2020年,美国GDP负增长高达3.5%,并且连续多的发生持续暴乱,甚至国会都一度被占领。 2020年的美国疫情肆虐,经济衰退,情况非常严重。 2021年,美国GDP前三个季度增长了5.7%,虽然这是在2020年负增长3.5%的基础上实现的,但这依然是很亮眼的成绩。 美国看起来是不是很不错?然而问题在于,美国民众却非常不满意,2021年的实际情况。 综合华盛顿时报等美媒20日报道称,一项最新民调显示,多数美国民众对国家状况感到不满。 契承选民表示,2021年对美国来说是糟糕的一年。 为什么70%的民众会认为GDP增长5.7%的美国却是糟糕的一年呢? 根据调查,原因主要包括物价上涨,犯罪率上升以及新冠疫情持续。 此外55%的民众表示,今年对他们个人来说是糟糕的一年。 同时,54%的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感到悲观。 民意调查专家达文认为,这样的现象很不寻常,因为美国人往往对未来持乐观态度。 他还表示,我们对2021的预期是,能够从过山车上下来。 但恰恰相反,现在感觉还是像坐过山车一样,几乎看不到一切恢复正常的希望。 对我们许多人来说,这有点令人沮丧。 看到没有,美国人认为2021年比2020年更糟糕。 在美国GDP增速高达5.7%的情况下,美国民众却感受到更糟糕。 这表明美国经济并非如表面数据那么繁荣。 糟糕其实主要源于两个方面。 一个是通胀非常严重。 虽然11月份美国CPI数据只有6.8%,但实际远超这个数据。 另一个就是疫情。 虽然美国整个国家都躺平了。 但在美国疫情依然非常严重。 有一半人是有较强防护心态的。 在这种情况下,他们当然会因为疫情不满。 经济不好,疫情严重。 社会治安当然会更差。 乐观的美国人对未来感到迷茫和失望已是必然的。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三个视角观察。 一,美国经济预期如何。 美国经济看似2021年增速将超过5%, 但问题在于三点。 一是这个增速是美联储大规模释放流动性。 并且给公众直接发钱才取得的。 这种增长是否能持续取决于能否持续发钱。 现在看美国也发不动了。 因为通胀压力太大。 美联储不能继续发钱了。 美国经济增长也就难以为继了。 二是美联储可能明年加息。 美联储明年能加息吗? 有点存疑。 因为现在美国并未准备好。 那么现在美联储为什么现在说明年将加息? 就是制造明年加息的预期。 从而通过预期的调整来遏制通胀压力。 到底明年是否加息? 我认为并不是那么确定。 尤其是中美未能达成妥协的情况下。 至少明年上半年美国根本没有加息的可能。 而下半年也存疑。 三是美国通胀压力会持续。 2018年以来。 美国国债增长了8万亿美元。 总额突破了29万亿美元。 美国的负债率已经高达惊人的139%。 所以现在美国CPI看似只有6.8%。 实际情况远高于此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。 美国民众生活的痛苦指数是会持续增加的。 因此为了缓解这一切。 中美2022年上半年是可能妥协的。 双方都宣布取消关税。 大概就是这样。 综上所述。 我认为明年美国经济预期并不好。 生活在美国的美国民众肯定感觉更差, 心心更低落。 二、未来疫情预期如何? 根据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最新的说法。 打了疫苗或者是新冠康复的人。 更加容易感染奥米克戎。 谭德塞的话可信吗? 从英国新冠疫苗打了超过80%的情况下。 12月20日一天确诊经超过9万可以看出。 谭德塞说的话是有可能的。 否则英国疫情如此严重让人无法理解。 如果英国如此。 美国显然也差不多。 因为12月21日这一天。 美国一天的确诊接近30万。 22日的确诊也超过19万。 疫情在英国美国再次爆发。 可以预见所谓的2022年疫情结束恐怕是一厢情愿。 如果奥米克戎不但传染性远高于德尔塔。 真的如谭德塞所说接种疫苗后。 和感染康复后的人更加容易感染。 那么美国整个社会都是一杆人群。 如此一来。 美国2022年的疫情预期会非常不好。 因为白宫根本没有像中国那样的社会治理能力。 如果疫情不好。 经济还会更不好。 美联储又不能印钞来复苏经济。 那么美国经济2022年情况将比较糟糕。 一方面GDP数据会下来。 但通胀数据却可能维持高位。 因为疫情的因素。 必然会影响经济。 在经济压力巨大的情况下。 又会影响民生。 民生不好又会引发更不好的治安环境。 美国完全是一个恶性循环。 看不到拜登能为此做些什么实质性政策。 三、美国未来的希望在哪里。 可能有人问。 美国的希望在哪里呢? 坦率说。 美国现在的形势看起来是没有未来的。 谁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。 原因很简单。 面对上面经济复苏困难和疫情的态势。 美国政府没有任何实质性措施能改变这一切。 政府手里已经没有了充分的调控政策空间。 甚至不得不寄望于通过施压中国。 迫使中国向美国让步。 经济没希望。 疫情也没希望。 找不到新的增长点。 美国的希望在哪里? 完全看不到。 所以美国人的感觉是对的。 对未来感觉到悲观。 那是因为实在找不到理由乐观。 也真的是看不到希望。 对美国来说。 真正的出路是与中国合作。 即与中国一起把全球的蛋糕做大。 然后作为还有霸权一点余会的国家。 还是可以分到更多利益的。 这大概是美国中长期能够软着陆的唯一路径。 然而问题在于。 美国精英不可能如此选择。 就像他们不可能主动放弃霸权一样。 那么中国呢? 中国下半年情况也不太好。 相比上半年GDP增速掉的厉害。 虽然这和去年下半年复苏的基数有关。 但更重要的还是受疫情影响。 不但是全球的疫情。 国内也不断爆发局部疫情影响了生产。 所以经济增速明显放缓。 2022年。 由于外需增长放缓和内需也放缓。 双重压力下经济增长压力是必然的。 但是相比美国。 中国的政策手段还是有很多的。 譬如最近降了准。 中国GDP明年不但能稳得住。 依然能做到稳中求进。 这就是我们与美国博弈的底气。 然而现实情况是。 中国走得越稳越有底气。 那么美国就越难受。 因为中国的心思都放在发展上。 而美国的心思都放在打压中国上。 双方努力方向不同。 回报必然也不同。 对于美国这么大的经济体而言。 明年经济增速难以保证疫情无法明确预期。 社会稳定持续恶化。 这种背景下美国社会是必然出大事的。 我们就等着看吧。 明年拜登上任的新先进也就过了。 由于局面持续失控。 拜登必将迎来焦头烂额的一年。 大事会是什么? 现在无法预测。 但以现在的国际形势, 以及美国国内的状况。 中国能稳,中求静。 美国会稳不住。 所以出现一些意外重大事件是完全可能的。 尤其是美国两党政治的斗争, 进入新一轮白日化后。